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要 敬请锁定 那么回到我们的正题 这个哭得漏 这两天就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发话了 首先说不是我们哭着喊着找中国要谈 对吧 中国想谈又拉不下面子 那好吧我们就给他第一个杆兰芝 那实际上呢 川普总统也说了 不是我们一定要跟中国谈这件事 其实我现在很烦跟中国谈的 因为他们都是胡搅蛮缠 他没说这句话 但是呢 领域里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对中国烦透了 但是呢 中国想谈 那谈总比不谈好呗 那谈一下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次又在谈 谈什么呢 库德勒说 实际上我们的要求很简单 美国的要求 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 不偷窃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就是 那我的公司是我自己的 不能你跟我强行地摇入股 美国公司美国人拥有 就这五点 那么这五点说过分吗 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说是满天要价 那网民不答应了 满天要价 没看到啊 这不是我们要的吗 对不对 这中国的这个这个民众说 这零关税 不是我们要的吗 老百姓要的 为什么呢 关税太高 大区的代购 就是因为 关税太高 你比如说这个 汽车这是毫无疑问的 关税太高 在中国 那么化妆品 很多中国人在国际上 出去以后 大包小包 各种化妆品 什么雅士兰带啊 什么雪耐啊 对吧 胶兰啊这些东西 那在国外很便宜啊 不是说中国人买不起 中国人只是不想做这个约大头 啊 一凭这个 可能这个亚什莱德的 洗面水 啊 在这个 美国加拿大 卖给三十九块钱 啊 在中国翻三倍 我会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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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